在新时代里面,你是不是觉得无所适从,生活失去意义和目标? 各种神秘学,New Age,阴谋论的资讯,我们可以怎样运用去改善生活? 不如我们讨论一下 探索未知,但又更做止尺的神秘世界 银龙派,却好被融入生活 好,回来银龙派第二季了 再跟大家见面 上一集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前世,不知哪个时候,不知哪个时代的东西 好像拉远了一点 今天的题目,我们拉近一点 近一点,我们要先讲一下我们的主持名 我是你的主席,杰子王 我是吉 我是劉莉 我是 Connie 我是Ray 我是梁莎 好了,我们今天继续六个人在这里讨论一些 其实都是照久 今季都是一些切身的问题 切身之后就会越讲越远,越讲越复杂 越深入 有这个trend 其实今天我们讲一些可以用一个很复杂的名词来讲 但是我们开会,稍后会慢慢大识 但是今天我们决定用一些比较简单的名字,做个饮子 然后再讲一些复杂的名字 对了,简单一点的名字呢,我想大家其实都听过了 但是有半知半解,经常都是这样的 新年我们经常都会讲这句 心想事成 什么叫心想事成呢 其实科学一些可以很复杂的,有很多字眼把 是,浸死我 Newish教育很喜欢讲吸引力法质 是 其实用梁智、物理学也可以解释到类似的东西 当然里面的再讲,我就不明白了 不如说太深了 对了,那就说念力吧 念力这个词,突然间达到这个字 也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念力 我估计最坊间有几种方法去解释念力 有一些就是你的脑子里面想一些东西 你未接触过或者什么都可以 就会远距离你,会有这个影响 这样说就会变成特异功能 对了,那些算是念力 超能力 念力可不可以扭持羹啊 就是是否一些方法,去训练自己的意识 去改变外面世界的东西 对了 对了,就是胡说异时交是其中一个 最经常的 使自己发达是其中一个 对了,对了 这些人都理解释那些人 自己发达到… 正式受上席 书时经常提出,不需炼金 实际就是那些炼金 对了 一些商业书很有趣 有时很简单的人说 你要对着这张镜子说 我好美,我好美 这就会变ид美了 对了 所以here may be 对了,我好瘦 還有哪些是念力呢? 歷史來說已經有很多這些個案 以前念力呢 查書會看到有一個以色列的人叫做烏尼 他看著鐘可以讓鐘動 他看著瓷根可以讓瓷根爆亂 他看著鐘也動 他會動它上去的地方 他在外國做了很多實驗 很多人認識他 他後來就在以色列請了他去美國 在斯坦福大學做研究 是很有名的改變物質的東西 其實念力這件事在外國就叫做Psychokinesis 就是用你的思想去控制物質 可以改變物質 可以吸收一些東西 或者可以推開一些東西 可以整爛一些東西 我們這二十多三十年 即是早一期 其實是很興奮的 這個特定 是啊 差不多九十年代左右 八年代 八至九十年代左右 然後再到二戰大戰的時候 想用這些東西 在軍事運動 是 但是到了我們這一期這十年內 有一個trend 就是我們那時候想轉變 念力 就是轉變一些 physical的東西 即是一些物質上的東西 但現在我們最近比較刺激 就是念力可以改變現實 不是只是 physical的東西 那麼簡單 只是你以後的將來 你接下來會發生的事 對 這個是有趣的 我記得還有一個terms 叫做意念變成真實 或者是意念變成現實 實相 實相 這麼有趣的 其實這件事不是很新的東西 道家已經做了很多年 或者做了很多能量治療 道家 就是一些普通的水 去意念那些水 好像畫符一樣 我也自己親身經驗過 他就在那裡畫符 當然那個不是普通人 他是一個 他要潔淨身體的 畫某些符 將那些水分子改了 變成一些藥 一符水 其實這些都是念力的東西 念力改變物質 譬如 Connie 治療治病也是 能量也是 在我們能量學 或者我們玩能量的人 很多時候會用意識 去帶動能量 去幫助人做治療 或者幫助自己的調適 這個也是一個念來的 其實這個字已經不是新的 只不過是可能進入了 我們大中華地區 這十年的詞 即比較記憶的那本書 其實一九零六年那時候 其實已經有人創造了這個詞 叫做 thought vibration 或是law of attraction 由William Atkinson 來創造了這個詞 以及一九一五年 William Queen Judge 其實他已經第一次引用這個詞 就叫law of attraction 是一九一五年第一次寫下來 但他就不是在什麼 那時候沒有任何新年 不是那麼流行 對 其實在一個神學 一個Journal 也會寫下來 你說得神學 就是一個叫做大學的一些文章 學術研究 就是學術研究 law of attraction 這個詞已經被列入了 是一個正式的學術名稱 就看看你如何演繹正式這個詞 但他是第一個人用了這個詞 有些人以後再繼續用這個詞 那些人以為新 其實已經不是新 可能幾百年幾千年 對 可能中國也有猶太家 其實剛才杰子王也帶了一個 挺typical的一個用 一個念力的用途 會改變我們以後 即是用我們自己的意念 去改變以後發生的事 其實和過往人類的思想 都挺大轉變 是啊 其實也不是 因為基督教二千年前 耶穌已經跟彼得說 就說 你只要有信心 你可以叫山 移開 你有信心可以在水上走來見我 其實在宗教上 就一早耶穌提了 不過宗教的人士 就大致上覺得自己都不行 這個他當作一個比喻 他那個所謂的信心 是你對神有信心 神就會幫你解釋 沒錯 這個我們今天是後頭 這個大家都是這樣解釋 即是我們信心不夠 所以根本就不敢去想 所以就 我們這個 又或者那個念本身就是 你覺得自己不可以 是 所以就不可以 創造了一個不可以的現實 對呀 因為我們後面說這些越來複雜 之前 要考慮一下 究竟我們主流 或者一般人想的東西 跟我們思佑剛有什麼 一般人想的東西 其實我們的信念 我們的力量 是愛求的 我們是一個被動 我們是要求一些 即是我們要向人借力量 或者只有別人才有力量 我們自己沒有的 我們叫Higher Being 我們高一層的東西 即是說我不夠 但是呢 我就Assume我自己 不可以自己得到 即是加強 我要問一些高過我的物種 神也好 精靈也好 神明也好諸神也好 或者有些特異功能的人 對 才可以有這樣的能力 我就靠這個 靠這個method 譬如祈禱 是 中國人就叫這些 神先打救 對 那就打救一下我們 OK 接著說得 智政康遠一點 打救一下我們 OK 這樣呢 我們就有相對性的幫助 是 就會有得益 跟我們現在的說話 很不同 今時代New Age的導師 都可以說 其實我們創造實際上 我們 都是神的一部分 或者 某一派 例如有一個叫做Grandpa 一個美國很出名的Chanel人 就是通靈者 他說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小的神 小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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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到一個真的大神 我們都是在學習中的階段 我們每個人都在創造我們 一部分實上 嗯 OK 但是為什麼我們很多時候 他說 理想的東西絕不成功 因為你裡面都 潛意識裡面有很多東西 跟你思考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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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相反的 所以好像cancel了大家 好像不夠力 那樣 就是你煮不熟的東西 這個我們跟我們主流想的 是完全不同的 主流就是說 我們其實很被動 我們被動於什麼 我們被動於這個 物理 即是 law of physics 就是我們不可以飛 匙羹應該是硬到我咬不斷的 OK 我掉落地下應該會受傷的 OK 如果在高處掉落地下是會死的 或者其實 不用你很簡單 有些人其實是裝修工人 五六尺踏頭梯 掉下來的話 有些人可能是坦 這些人聽過不少的 是 意外的東西 但是有些人為什麼好像 哇好像成龍 一兩層 就是他訓練就成問題不直 就是說 其實 五六尺踏頭梯 未必你會坦 因為成龍 一兩層都不用 五六十尺 就是你信不信 可能你未接過訓練 你原上那套東西 是可以救到你 你的訓練方法救到你 所以其實 你都開始講到 為什麼 law of attraction 這件事會成立 我們聽人聽得多 本書都買到行 那本S字頭那本 大部分人都看過 那本書是secret 那本書是secret 那究竟他在說什麼呢 他在說什麼呢 其實裡面 他就說 有一個很特別的方法 就是說 他有作者分享給大家 他說很秘密 他說那樣東西 是很secret 很秘密 保留了很多年 那些成功人 那些很成功人 有錢的人 就知道這個秘密 但是他就不說出來 他就 冒生命而言 說出來這個秘密 你只要花賣本書的價錢 就拿到了 這個已經不是一個秘密 那個秘密 真的是成百元 很簡單 那個秘密就是 其實你拿本書 寫下 或者那張紙 不是拿那本書寫下 你心目中想要得到的東西 你現在得不到的 他就說 神奇的事情就會發生 到了某年某日的話 你寫下的東西 就會變成你的現實 譬如說 有些人說 很平常 海邊的一間屋 有一個老婆 還有兩個女兒 我寫下 我有一個這樣的經驗 我很喜歡彈鋼琴 我小時候很窮 我們窮得怎樣 根本沒有機會見鋼琴 我只能在紙上畫那些琴鍵 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可以擁有一個三角琴 但是 這是很潛意識的夢想 我很想有一個琴 結果 我和太太結婚的時候 她又帶來了一個琴 就是嫁妝之一 但原來那個琴 也不是我想要的 因為我是想要有一個三角琴 我這個感覺 慢慢 我現在是擁有四個三角琴 我又不是很多錢 但是 不知為何 我和我 整理一下 這個人說 我買一個琴給你很便宜 幾萬元我買給你 然後這個人又說 我都不學琴了 我老師教我彈琴 她說我以後都不彈琴了 我讓琴給你 又很便宜 結果我就 這個收了一個 我就約四個琴 我就四為這樣擺 去到誰都擺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一個 我很小時候開始 可能就有這種引力 吸引了很多三角琴 這個吸引力也持續了很多年 很久 我很喜歡彈琴 我很喜歡聽 我又不敢用 即是我不敢告訴別人 太太我買過三角琴 我是不敢說的 但又很想 但我太太也好 終於她自己自動自覺 帶我去選一個 這個很好 你吸引到好太太 我又想問大家 大家有沒有真的試過這個 梁先生那隻 他從小到大 已經有這樣的夢想去想 就不是用那本書 那本來就寫了 但他已經知道 那個辣詞意識 正在做用的 對 我想問一下 有沒有朋友在這裡 真的用過他的方法來寫 小弟試過 我也有 不如你先說吧 我寫了幾項 是 我是三年前 兩三年寫 其實現在 很有趣 真的有兩項 是實現了 有些什麼就廢話 才好公開 是 這些secret 也有secret 但也有些 可能我寫了 美國detail 兩三年 會不會久了一些 但對於我來說 我都很欣賢 我覺得 有都很好 你呢 你的經驗是怎樣 那就是 那時候 我還沒認識蝦子王 我蝦子王 眾所周知 都是一個攝影師 我看到他說 他想拍照 但他在找模特兒 他找不到 然後我不認識他 我不會跟他說話 但不是說我熟悉 我自己心裡想 我也想拍 好像挺適合我的風格 但我又不敢跟他說 我心裡想拍 然後我會自己想 我去拍攝的時候 我穿什麼衣服 我擺什麼姿勢 景色是怎樣 我會想到很細節 然後有一天 蝦子王仔問 你會不會拍照 然後就結束了 然後就認識了 對 至少我想拍照的 預望已經成身 所以你不是用語言去表達你想拍照 你想給他拍照 我沒有說過 我沒有說過 我只是在他腦裡想 又或者很多人會有一個經驗 就是 譬如你突然掛著一個人 很久沒見 你可能剛剛掛著他一會 他就會自動打電話給你 這個比較切身 很多人都有這個 很多人都有 好像你在叫他 但你不是打電話 對 你引他打電話給你 你引他打電話給你 這個很有趣 這個像我們所說的共識性之外 其實是不是念力 其實大家可以想一想 其實真的很 你似乎怎樣去演繹 我覺得又很相似 好像你可以解釋 你一想 某個人 其實你看不到 但有些人會看到 你已經是 每個人的腦是一個發射機 你已經射了一些東西出去 那你射了出去 某一個人就會收到的 因為他是 好像打電話一樣 你的腦就是一個手提電話 你會接收東西 你會傳東西出去 那你一傳出去 那個人就會被你接收到 那他可能會 如果他在這個狀態的話 那他就會 行動 剛才我們說到他 都是一些吸引法則 或者我們一般人所想的事情 如果用一般人所說 那麽多的理論 都不是一個科學者 但問題是很有趣 就是有些科學家 他從來沒有想過這件事 但他做研究的時候 其實他發現到的東西 又可以解釋這件事 又很相似 所以我們今天很想 給大家介紹一下那件事 是什麽來的 這是一個大家說的 我估計 十個香港人 大概有八個 我都不明白 包括小弟 我都是偷偷研究才能夠明白 但是十個香港人裏面 有九個一定聽過 是的 聽過就不一定明白 因為很多科學家 都聽過 研究這件事 都不明白 因為很複雜 很複雜 就是Quantum Physics 中文叫做量子力學 你問我量子是什麽 我都不想解釋 我想說裡面有個故事 愛因斯坦 其實當年他都不相信 量子力學 你有聽過嗎 他不想要 他那些說話 上帝 不會摘識 不會比賽 所以他不相信 其實上帝不摘識的意思是什麽 他找一個確定性 他能夠計算 是 但是量子力學 正是說 其實你算極 都算不準 而你越算的話 就視乎你怎麽算 出來的結果就是 偏向你想要的方向 就是計算的飲料 都會影響那個問題 那個結果 這個是很反我們一般的邏輯 很反科學 因為科學 所以要找一些法則出來 是的 但是量子力學的結論 就是不確定性 沒錯 就是量都不確定的 那我們的科學 不是要倒閉嗎 是的 所以 量子力學 其實他就不傾向想這方面 而他經常寫很多東西 就是他寫很多論文 其實是嘗試去挑戰 或者去討論 就是一個正面的討論 只是他就說 我覺得這套東西是 有問題的 那套才是 相對來說是好些解釋到的 那當然現在就 我想量子力學 都已經有他的發展地步 複製的地方 我就不說 因為說了之後 我不明白 其實大家都可能以為量子力學 是很深的 量子力學 如果在應用上 我們的半導體 基本上就是量子力學的應用 就是原子粒 這些就是半導體 或者integrated circuit 全部都是量子力學的應用 其實量子力學的應用 其實量子力學的應用 是專門說一些很小的 我想說一些很簡單的故事 大家就聽過他的名字 但你再問他 其實是說什麼 很多人也不太能解釋到 其實很有趣 就叫做 丁申隔的貓 Tradingus Tradingus 其實Tradingus 其實Tradingus 是一個物理學家的名字 所以我們吃完 他做 他的思想吃完 他做 所以用他的名字 這隻貓貓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用很笼統的方式來簡化版 所以我不用什麼粒子 用一個地爐裡面 是完全密封的 那為什麼進入地爐呢 只有一個入口 我裡面就放了一隻貓 放了一個手榴彈 在裡面 手榴彈 那我的手榴彈 有50%是會爆炸 有50%是不會爆炸 我再解明一下 即是爆還是不爆 我已經不想用原本的版本 原本的版本就是 譬如說那顆子掀起的Tradingus 那隻手榴彈就會爆 我不說那麼複雜 但你一不掀開地爐 那個門一掀開的時候 你不知道裡面的貓 是爆還是不爆 那我想問你 那究竟你不掀開這隻貓的時候 不是 掀開這隻貓 掀開蓋的時候 那究竟那個貓 是處於什麼狀態呢 它是死 又是不死 是的 但是明白 裡面的事情已經發生了 只不過沒有人觀察到 就是學了 那隻貓 可能是死 可能是生 有兩個可能性 我不肯定 我一不掀開 我就在一個不知道的階段 但你一掀開 就一定是一隻死貓 對 一隻死貓 一隻生貓 但這有趣之處 在我們的角度 那隻貓就是 一隻生 一隻死 但這隻貓裡面 它已經整定了 譬如我兩分鐘前 可能它已經爆死了 但我在地牢裡面 一蒙檢 我從來不知道 那這個呢 其實梁精靈牢裡面 它用很簡單地 用這個example去說 再簡單一點 其實我覺得 香港的本地作家很厲害 魏康呢 其實它在一篇小說上面 我之前也說過 其實它已經寫了這個example 再簡單來說 它就說 當一個物件 你假設這個物件 它是 你不知道它真正的實相是怎樣 但是當你 只要有一個人一看它的時候 它就會變回它原本的實相 譬如說 我這個iPhone 5 我放在這裡 iPhone 5 但是呢 iPhone就說了很有趣的問題出來 就是 有一天 這個iPhone 5 放在一個櫃的時候 而那個櫃是全世界人 沒有人開通的時候 你憑什麼來肯定 那個iPhone 5 是你的iPhone 5 其實這個貓貓 其實真的 都很良知 都很時髦 都很不明白 但是那隻貓貓 其實代表了什麼 貓貓就是 其實不是 對於一個觀察者來說 因為我們都要觀察世界的事物 科學家也是 譬如說 我一不掀開那個蓋 我就不知道這件事發生 但是我一掀開的話 我就必然 是因為我自己這個行動 令我的貓 會馬上很實在地告訴你 牠死還是死 是死 是死還是不死 那這個呢 跟吸引力法則 有什麼相似之處呢 我猜大家 聽過這個例子 會不會更明一點呢 其實呢 如果不是我事先有做功課 聽完呢 都是不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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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你這麼長的實驗 只有一個結論的術語 簡單來說 物質是有它的不確定性的 就是這樣 你的銀包有沒有錢呢 是未確定的 是 那你很多東西都未確定的 那個確定的 是沒有錢的 你一打開銀包呢 咦 這麼多錢呢 沒有銀包是沒有錢的 其實呢 在說的是 作為一個觀察者 你以為我都是用眼看而已 沒有東西 很多人又覺得 我應該不會牽涉在內 我只是用眼看而已 因為 我沒有落手搞 這個就是 正正代表 我們一般人 應該看這個現實 是的 理論上 我是改變不了這個現實 因為我純粹是看的 我看的實驗而已 不會因為我看的實驗 不會因為我看的實驗會不同的 正路會這樣想的 譬如說 我正在燒那些涼杯的話 不會因為我看的 燒了會變成結冰 不會的 再貼身一點點 我只是負責看著那個美女在地鐵 沒有理由我看著那個美女 因為那個美女會走過來 就是錯了 我覺得你們越說越複雜 越說越簡單 越說越形態 大家應該看 大家覺得 我看著那個美女 那個美女不會無緣地走過來 什麼 世家小姐這麼小 我說一下我自己的私人故事 世家小姐這麼小 這是很有趣的 真實的故事 這個真實故事 我1982年的時候 就和四個男同學去桂林旅行 當時我們四個男生 是沒有想著做任何事的 純粹是想著去旅行的 純粹是 接著就在爬其中黃山 這個七星岩裡面 那座山 就有一個女生在自己一個人走 我自己這樣看 我們四個男生去桂林 我們在爬其中一個風的時候 我們四個男生都見到一個女生 她一個人去旅行 那我就 我呢 就屬於 有一個小小精幹型 那當然不是最英俊的我 當然是 比我們更英俊 又大 又大 那我就 我們四個人都不停的 如果認識到她就好了 這樣 但是呢 就好奇 我們四個人有這個想法 但沒有一個人有行動 那我就向前走出一步 那我就跟她聊天 我們一起吃飯 那她答應我們 那我其中三個男生 當然可以了 那我就想著 我也沒有機會 但我就很想認識她 那結果呢 就 臨走的時候 他說 你住深水埗 我住荃灣 不如我用的士 一架的士 放下你再去荃灣 那於是我們就在的士上 就繼續聊天 還留了電話 還拍了兩年拖 結果都散了 散了問題是 曾經有過 曾經有過 所以剛才說 其實我已經不用說 丁七架的貓這麼複雜 我當時很想認識她 很想認識她 你以為你看 不會影響到她嗎 但其實你怎麼知道 她也在看你 她的意念 你的思想已經影響了大家 干擾了她 她的頻率 那梁先生就好了 她一早已經懂得吸引力 她已經運用得很完善 吸引琴 吸引女人 錢 什麼都可以 不是的 其實我最近也有一個經驗 是很失敗的 就是 我自己有一家小小的生意 但是我的機器沒有用盡 於是我發出一個訊號 我不是跟什麼神發出訊號 我只是有一個訊號 如果我的機器都用完 我就可以安樂一點 我不用煩一點生意 我發出這個訊息之後 你這樣有這個念頭 對 有這個念頭 都不夠24小時 我在廠裏面 現在有個客人進來 我不認識她 她就跟我的伙計說 她說 我想包你在公司一年 機器 做的 或者 我給你一單 做的 或者我介紹一個客人 你去跟他收錢 就可以了 我收勇的 這樣 突然間 那個反應是這麼快 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發出什麼訊息 我又聽到這個回應 那一刻 我就是蠢到 我還沒學完 我不敢 不知怎麼回應 我竟然走去問人 我去問人 那個人就說 有很多風險 你騙給你 或者他失敗的時候 你會背負他的債 他開始的時候 被BG騙我的 但如果他生意不好 他找不到錢回來 他便走了 我便跟他看完工人數 他便說 這樣 那時候我一撈一撈 那個人便不回來了 我覺得 其實我們發出一些訊息 而訊息又回饋回給我們 我們怎樣去反應 我們積極反應 消極反應 其實都影響那個結果 很重要 我這個例子 就是非常差的 即是你後來怎樣 後來是 後來是 那個客人不再回來 我們叫他 他便說 遲些先 其實那天 他在說的時候 我立刻回答他 可能你開箱前 我立刻決定 即是他 林先生就好像 向宇宙下 另外一個訂單 本來的訂單 就是拿你的生意 但他後來有一個 好像懷疑的態度 可能他會害我 可能不行 他可能向宇宙 或是神 發出一個懷疑 他的電波就懷疑 可能他在前面 就不想做 他已經解禁了 所以 其實已經是一個 拒絕了 他自己 下了另一個訂單 他已經解禁了 其實他給了一個 是最好的 他是拿了我的機器 給我錢 我不用聘請人 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最好的 你包租工 就做 我包機器給他 反而給他一層樓 所以看來這裡 跟我們一般日常的 概念 看出其實有很大的分別 如果大家可以稍微脫離這個框框 想想 我不是一個被動的人 命不是我整定 或者其實我可能 我是有份決定我的命 或者 在Signalation來說 更重要的是 你每一個生命中發生的事情 其實你有很大 或者100%是你創造的 是的 就是用這個角度去想 你要很小心對你每一刻的思想 你發出什麼信念出來 你在宇宙下什麼order 你在拍一部悲劇還是喜劇 這個我想說一說 例如Matrix裡面 那個電影 第一集 紐匙巾 紐匙巾 走去Oracle 去祭司公寓裡 有個光頭小孩說 紐匙巾很厲害 然後那個小孩跟那個 紐匙巾說 Try to think 你試想想想 There's No Spoon 他說這個是沒有瓷羹 其實這句 學習明生話說 其實他寫得很圓 就是作為一個觀衆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演繹 這句是帶著一個問題 就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有人告訴他 他是那個命定者 但他自己是不是呢 他不相信 他也不相信自己的能力 他也不相信自己是誰 好像是這樣 我想問一下 那個There's No Spoon 大家如何演繹這一句 他跟我們今天的主題 是很相似的 其實也有很大的關係 可以這麼說 不如我少一天說一下我的見解 拋磚引玉 拋磚引玉 我拋瓷羹來引你們說話 我會覺得 為何叫There's No Spoon 如果There's a Spoon Spoon 這個東西在你裡面有一個concept 我們筆食的 鐵造的 鐵是硬的 人應該扭不到這麼硬的東西 所以 我們扭不彎的那個瓷羹 人的路面就是這樣想 是 我已經知道了這些東西 我預先知道了 我看了才是瓷羹 我不用扭 我都知道自己扭不到了 那就是扭不到了 你創造了那個世界 你創造了那個世界 就扭不到了 如果那個小孩 根本都不是瓷羹 其實 有人試過這樣 有一點心理出面 你如果當作是泥膠 泥膠 泥膠的臨字是劈的 我扭什麼都可以 會不會是這樣 對你來說 因為那件東西的性質不同了 所以你就不可以用你的概念裡面的 你會用那個所謂的瓷羹的名字來稱呼它 你可以這樣說 但我覺得它始終回到電影 意思是 它在一個MATRIX世界裡 那些東西本身是一個Image 即是一個虛擬的世界 你見到的瓷羹根根本就不是瓷羹 你見到的牆根本就不是牆 你見到的子彈也不是子彈 所以最後那一幕就是 所有子彈都停下來 我覺得如果應用在我們這裡 差不多就是說 我們看到的實相 就不再應該是現在的這些東西 你見到的衰運也不是衰運 你見到的意外也不是意外 是沒有需要出現的 或者是完全是自己建立出來 讓你去經驗世界裡面一部分的圖畫 可能我的見解又更加去得更加重 我看這一句說話 就是其實那裡 它除了有樓之外 其實那個瓷羹是靈孔的 不是在地下 我的見解是 究竟你 就是阿Leo 觀眾各位 見到的那個所謂的瓷羹 在物理上面 究竟它是否存在 甚至乎 相對於MATRIX在裡面的人來說 裡面的人 當MATRIX是現實 可能這隻所謂的瓷羹 在那些人的眼中 可能存在 其實都是不存在 因為MATRIX世界就是要你當它是真才行 不是 是連MATRIX世界裡面都不存在 這隻瓷羹 這隻瓷羹 純粹是光頭小孩想讓你看 即是幻象 絕對是幻象 其實大家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事發生了 尤其是我不知道為何 近兩年來不好的事 學梁修 很多突然發生了的事 其實 是不是一個 只是有某些勢力 或者某些力量 想讓你看的一個幻象 你很陰謀 是的 即是你集體 還是在 project 一樣 我要你單人 集體意識 所以就會令到這件事發生了 再進一步 如果用New Age來說 用某些 這些力量都是你自己創造出來的 不是那個 那個力量根本不存在 這個世界上 所有的東西 你對面聊天的人 所有東西 這個宇宙 這個太陽 上帝 所有東西都是你的 mind 控制出來的 讓你體驗這個世界 即是黃大仙 那些都是你自己 我想說的一件事 很真實 就是03年SARS 其實大家有沒有覺得 SARS是有什麼病 全世界死亡 最多人在香港 死亡299個 我朋友也有一個 他一家三個 死亡2個 政府就給了一些錢 恩述他們 其實那時候 真的是人客人 我記得我搭電視時 是不敢按升降機的 用手指 用車廂來刮鎖匙 鎖匙 大家不敢呼吸 但是SARS好像來無風去無影 突然間就沒有了 全地球突然間什麼都沒有 我就覺得 會不會是 吉哥剛才所說的 就是 他叫什麼 幻象 幻象 Conspiracy 叫什麼 任謀 任謀 大家製造一些 共同嚇自己的東西 自己嚇自己 另外一件我覺得 就是911 有可能都是這個例子 其實從來沒有一架飛機撞過去 只不過是你看到電視 電視做了樣子給你看 你會覺得 嘩 其實 當時在紐約市的人 有些人 都看不到飛機 即是沒有東西 如果看回一些Documentary 的時候 我這個人可以多集說 我簡直是 撞飛機 不是撞飛機 撞飛機 不是撞飛機 撞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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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離奇 所以那個人應該是好陰謀 我覺得 但是我們又做了一個印象之外 有恐怖分子 這個四眼仔是否恐怖分子 那個黑黑黑黑的有鬍子的 是否什麼 於是否我們把那些 相信某些宗教的人 某些膚色的人 我們把他們都拘捕 我們說 除了觀察者效應 或者吸引力法則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 會不會是 因為意念創造 現實 有一群人 如果可以貧空 貧空的意思是 他們在一起 大概有意念的話 其實這個世界 可能真的 會跟著他們的想法 會跟著他們的想法 你經常說有瘟疫 可能狂想 狂想 可能真的有瘟疫出現 也不一定 因為我記得 我四十二歲的時候 眼科醫生跟我說 梁先生你快要來老花 你要不要配上眼鏡 當時他去那個醫院 有個眼鏡 他自己也配上眼鏡 好像是陰謀 我明年才四十二歲 我不配了 後來我發覺 看了一些書 可以訓練自己不老花 我現在五十四歲 我都不用老花 我便覺得 其實那些醫生 令我們覺得 四十二歲你就會老花 你快點戴 不戴就不行 然後有很多人都以為 我真的要戴 真的很多人說 我真的四十二歲又中了 我兒子又說 我真的要戴 我的所有兒子都戴 其實我們那些 勞勞逆 上班不知做什麼 還有我們經常都很羨慕 某些人 譬如有些成名的人 就說 我從幾歲開始 就突然間可以 譬如說 可以環流世界 或者做一些 我們日常之中 好像做不到的事情 他就好 他又做到我做不到的事情 其實裡面的人 那些成功了的人 都跟我們說 其實我和你沒有分別 我都是保持著 很強烈覺得 我應該可以環流世界 那麼 有些人會挑戰這件事 就說 他可以 我 就是因為不相信 所以沒有 對 你自己限制自己 你有些限制的信念 他可以 我真的不行 甚至乎有一些 反面的信念 對 反面是怎樣 你聽完這句 來罵我 不是 他有些細節 他是很細節地質疑 那些女費怎樣 你住在哪裏 語言不通怎樣 而他腦中 已經想了一大堆的問題 就失去那些東西 那你就想那些東西 然後 但可能那些成功了 反正那些人不是這樣想的 那些人就是這樣 那些人就是這樣 好一點 是 我有錢的東西 所以我已經想到去那裏的餐廳 做工 每一天 有一樣的東西 我的贊助 就是給了錢 所以我做幾個小時 就蓋到這個 這個三天 我就去那裏 當每個人的腦 想到不同的時候 有些 fixed belief 你想的方向 那你不斷坐在那裏 不斷去那裏 他不斷去旅遊 我都接觸很多人 他經常都覺得自己 不會好運 或者不會好運 所以有好東西來的時候 都覺得 好像 是不是 那他不就 有些有 就是說 你給我一些好東西 但我又應該不 應該不是我 那些人不應該到我 跟著他 我人生應該不會太好 我最近有個朋友 我認識他八年 我講一個故事 又可以激勵一下大家 他是一個中年的律師 在大陸移民來香港 他希望有一間樓 他希望有車 有個太太 但他除了一身沒有工之外 他就什麼都沒有 沒有房子 沒有車 在香港買房子 很困難的 他真的只有老公 我說你先去公老婆 然後就鼓勵他什麼 上網認識人 你的世界這麼小 上網認識人 他即時沒有說不上網 他說我還沒有上網 我就教他 很快就學識了 兩年之後 他打給我 梁先生 我結婚了 這麼快? 兩年了 兩年了 已經有了寶寶 你過來看看我們 我去看看 原來他找到一個什麼太太呢 找到一個中年的社工主任 嘩 他有屋子 哈哈 哈哈 他吸引得很好 真的想試成 他從來沒有說 不行的 這樣 我覺得 我就很鼓勵他 然後他還有兒子 他只差了一輛車 他最後 去年打給我 就說我終於買了一輛車 是 什麼時候可以車 是不是不買車 不是 OK 可以 還寫了一本書 給我看 寫了書 就是他一樣 從他什麼都沒有開始 他有屋子 有兒子 有車子 有書籍 所以我們說到這一套 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 那時候Rate之前 麥先生說 究竟你是一個悲劇的角色 還是喜劇的角色 其實我覺得 我以前 我小時候都比較想法 比較灰一點 比較陰沉一點 想著做人不開心 那時候 我應該注定是那些 悲慘的角色 我發覺 從這幾個月 轉變比較大 認識到大家 我覺得 對 我不斷這樣想 你想著想著 就算有些好東西 好像梁振那些好東西 你不覺得自己 能夠承受到的話 那些好東西 一定不會有我的份 你便會是一個悲劇的問題 其實最簡單的一個例子 就是追 不是 等車 是 因為據文說 蠍子王和我 我這兩位很奇怪的 就是 你坐巴士站坐車 通常都會送 送車尾 是 通常都一定要膽觸全程 那一隻 那 我以前都是每一次出門 都有這個想法 我是好巧的 每一次出門都覺得 糟了 又有送車尾 我還沒去到 我只是在那時候 那時候 一出門已經送到車尾 然後結果就是 一看到馬路 就看到巴士 發生了 又不走 那我又要等車尾 然後後來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有時候 我就是 我是信 有吸引力法則 於是 幫我想 如果我 天天在這樣 想著這件事 會不會好一點呢 我想跟我順其自然 下去 我不特別說 希望有巴士 我只是說 希望我今天的行程 是順利 我不需要有太多阻止 結果就是 我索性不再想 這個 巴士準不準確的物量 下去 剛剛好 剛剛好 剛剛我一落到 有巴士 再不是下去 等一會 很快 有巴士 這個 其實兩支物理學童 什麼吸引法則 不是一件複雜的事 真的簡單到 你只要信 是這麼簡單 可能 就真的這麼簡單 就不是那麼複雜 不是那麼複雜 很簡單就是你的意念 可能會創業活生 是 那你就這樣想 可以了 所以你要 每個人要很小心 去每天做什麼 你是在想著 喜劇 還是美劇 還有一些技術 有些技術 有些人會挑戰我們 我想做 不延祖 通常是不延祖 或者我有個男朋友 就是不延祖 我很有錢 為什麼現在我那個男朋友 指著他 就是這樣的樣子 其實 我想 那本師傅那本書 也有說過 不是什麼大秘密 但是大家想事情的時候 主要更詳細 就好像梁先生 以前有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說你向上帝祈禱 許願的時候 麻煩你細細 例如我所說 單車 想起什麼牌子 什麼型號 什麼顏色 那些人說笑 那些人說 難道上帝真的會看 拿哪間廠商 給你 但是你想想 那麼有趣 例如說 其實想事情 是一個 我現在這樣說 因為我們人是有語言 其實我們在利用語言這個工具 媒介來有資訊 然後 我想發達 那些人說 我經常說想發達 為什麼成功不了 其實是成功了 你心裡成功了 因為你說你很想發達 那你現在是不是還在想 為什麼要發達 沒錯 人家應驗了給你 但是成功了 你是想發達 那不就繼續想 那為什麼其他人不是 其他人就說 我不是想發達 我平常說 我可能要有一層樓 我層樓的價值差不多 我不貴 可能八百多萬到 作為九龍灣 我又不是要富豪 因為我一家子女 就是三個人 沒有那麼多 住600呎 還有一輛車 我已經想開了 我還要一輛Jeep 因為我喜歡Jeep 這些那麼細節 還有什麼 紗色 棍波 四個六百 你想想一些細節 其實你自己 往這個方向 你自己也容易一點 其實不是說什麼很大的神秘 你 不用開談作法 其實很簡單 你晚上要吃什麼 我跟我要吃什麼 吃什麼 日本菜 你那個朋友的字 很容易幫人說 日本菜我熟 那間店 我們都知道 所以你將你的要求 要說出來 要越仔細越好 但當然要合理 對 因為有時候你不合理 你自己也不相信 如果你說 我明天要賺一億 那你今天才賺一百元 其實你自己也不相信 那些這樣的 設定目標 設定目標 就不是真實 你自己真的要 自己覺得是有可行性的 建議大家 一開始的時候 要設定一些 小一點的 對 不要距離得太遠 因為你自己也不相信的 那其實 你怎樣跟別人說 你怎樣跟上帝說 你怎樣跟宇宙說 你怎樣落這個訂單 其實 你自己也不相信 你落這個訂單 還有剛才Rae說的 就是 你真心 就是心裡面 想的東西 讓你腦裡面 有一個意識 想的東西 是兩回事 我自己有一個想法 其實是經驗 我覺得 都可以說 我們發出一個訊息 譬如我 現在有三個琴在家 於是 有些人就說 你將來搬屋的時候 房子不夠大 怎樣搞 我自己這樣想 就是我從來都不去想 我就想 我希望房子 能夠放到我的琴 結果 由我三個琴開始 房子永遠都是放得到我的琴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想的 我記得我第一次買車的時候 就是 見到一個寶馬 很漂亮 她的屁股很漂亮 我喜歡她的屁股 我以為她喜歡她的屁股 我以為是 如果我有一架 我沒有說 你怎麼會有這架車 是不可能的 老婆不會准你 有很多理由可以說 但那一刻 我想完之後 我就沒有再想它 然後 突然間太太說 不如我買一架車 我說 好啊 然後就打給經紀 經紀說 我有一架 介紹給你 那個人有十架車 他想買出來其中一架 帶你去看 就是我想要那個形狀 那個戲弧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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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價錢還很便宜 那樣 不要偶然 當然你想了之後 你千萬不要押了它 你便繼續想它 不要押了 你的訂單 你的訂單就是yes 下了就算了 有沒有辦法得到 你是不需要想它的 用什麼方法得到 又不需要想它的 我覺得香港 為何要難一點 就是 很多教育 令到我們壓抑了 就是 你是不應該可以 在這個歲數 就這樣 這樣 你又不應該得到 這麼好運的事情 不應該在你身上發生的 你真是 答答實實地 做回那個怒怒怒怒的人 就算有什麼好事 給你 不要搞 一定有陷阱 其實你香港有一個 這麼沉默的思想 加上香港近期的政局 都是這樣 其實這個 又不是我風月內風 如果每個人都好像 說 我是可以的 或者 我們可以 achieve 到 我們想要的東西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東西 從小開始 實際的 details 其實很多神奇的事情 是你發生了 你都 又或者有些人 經常覺得 我很黑仔 經常都會遇到 一些很黑的事情 他每一次這樣想 他可能加強這個信念 又要求 你上帝 我不行的 我不好的 沒有好運的 那人就越來越黑 譬如新年 很多人會去問一下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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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犯太歲 什麼 那你總是覺得 那一年是 特別差一點 那你真的會變差了 你相信了 其實 你相信那件事 實受 可能真的變差了 是啊 所以我覺得這裡 其實大家就不需要 如果大家不一個科學家 就沒有必要 因為這件事 開始研究這個量子力學 量子力學 是的 都要記住這件事 物質有它的不可確定 是的 這個就是最後 等一下幾分鐘 我們解釋一下 我們所說的話 就是想大家 用放膽去做夢 正面去做夢 當然 另外另一個想要告訴大家 設一些小的目標 設一些小的目標 一步一步 告訴大家 不要輸打贏 這個概念 是真的不好的 是的 當然這個世界上 不是說 100%的東西 都是根據某些方向而成的 不要說 你千萬不要寫我 我從來老闆絕對一句都不會罵我 這些是不可能 因為有哪個人還沒罵過人 有哪個人還沒發脾氣 你自己也試過 書裡有說 不要用一些負面的說 不要要什麼 因為你可能這樣想 就會吸引到那樣 這是一個講語言的技巧 心理學生順便有說過 儘量不要用一些 抗拒性的 抗拒性的東西 不是 我不是一個壞人 其實你不要這樣想 我虧好人便可以 我明天 我希望明天不會輸掉這場比賽 我贏掉這場比賽 大家這樣想 即使你腦裏面 譬如說 你試試想想 不要想一隻大問獎 你要想些什麼 已經出現了一隻大問獎 我拿走了 那大問獎已經在了 現實就是 我不想輸一場比賽 你已經輸了 沒有辦法 所以 還有那個抗拒性很重要 不要覺得 這些東西一定是 你所認為好的 就是覺得是好的 還有 除了這個 最重要的是 不要覺得 不要排擠一些 你覺得不好的東西 對 這個東西 其實我們上次 前世一兩集都說過 其實 好不好的東西 某程度 我們都用一個 不要說接受 或者用一個坦然的角度去看 對 體驗 對 你生存在這裡是體驗不到的東西 當我們體驗到一些不好的東西 當我們有些好的東西 你才能比較到 什麼叫好和不好 珍惜 所以我希望這裡大家可以有所得著 敢於發望 其實我真的很想有一輛藍色的車 哈哈哈 可以了 你車王 你相信就可以了 你一定要相信 生日你會做 雙星零雙轉 不用了 我不是叫四驅車 我現在還未街上就是一個車位 所以我不應該想怎樣去找到車位 我應該想車位在哪裡找 你應該觀賞你的車在一個很好的車位 是的 正然的 有一個租金是合理的 哈哈哈 好 希望今天幫到大家 下一集我們會說一些很有趣的東西 通常是這個很有趣的 剛才說我登山家的貓 不如我講一集 十九七個都不太明白 哈哈哈 不過不重要 我會再用我自己的語言 我會再學習他們怎樣說得簡單 因為這一點其實顯示到其他一個問題 大家會 其實我們這幾集 大家留意到一個很有趣的trend 其實我們幾一集 都是一些concept是connect了 是的 譬如說第一集我們講前世 那些人一般人以為 其實這些東西要整定的 你不能改的 你接受 其實我們第二集又講 意念、創造、真實 那不是跟之前的東西有點相似 或者是矛盾 那其實我們第三集會講些什麼 其實都跟這些有些關係 就更加解釋到究竟是整定 那是整定 究竟是怎樣幫他們吃 下一集就聽一聽 好 那今天就到這裡 那大家繼續去完成自己想要完成的事 是 多謝各位 那下集再見 再見 拜拜